《风雨上海滩》首播 近东也拍过神剧 软棉小声还得用配音 11月8日晚间 电视剧《风雨上海滩》 在正版视频平台上线 两集首播 这部电视剧由近东张新毅主演 讲的是两姐妹闯荡上海滩的故事 基于目前的两集剧情内容来看 这部电视剧《风雨上海滩》 《风雨上海滩》可以归为神剧的序列 而当红的人气演员近东 在自己的青年时代也拍摄过这样的作品 只能说一位演员刚刚起步的时候 真的是没办法选择拍什么 有戏就得接 《风雨上海滩》拍摄于2009年 制作完成之后 因为制片方的原因一直未能发行 具体的缘由 我已经在该剧的定档文章中介绍清楚 这里不赘述了 该剧八日晚间实现上线 正是通过视频平台的方式和全国观众见面 当下近东已经成长为很多女性观众 追捧的中年实力派演员 因此 这部《风雨上海滩》 也一定会成为他们追捧的内容之一 在该剧当中 近东还是一位青年 饰演的男主角也是相对青涩的 和长相青涩共同存在的 则是该剧当中近东的演技 也尚未成熟定型 不知道为什么 在《风雨上海滩》当中 近东的台词还是用的配音 可能近东这种有版有演的台词表演方式 并不适合这类神剧的节奏感和氛围感吧 当然 这里强调一句 这部电视剧作品当中的近东 是2009年时候的近东了 《风雨上海滩》 有着浓郁的十几年前的老电视剧的味道感 这种味道 不仅仅是画面质量上不能和当下相提并论 更是剧情内容上的胡编乱造 十几年前 咱们的很多影视剧作品都喜欢这种露术 并不在乎剧情的合理性问题 只要冲突足够密集 剧情足够狗血刺激即可 而这类电视剧 在当年的电视剧市场当中 也是有人看的 且播出平台不错 这部电视剧若不是出品方的问题 放在当年 保不起可以上星 首播的剧情内容当中 两姐妹在水乡老家 被当地的地痞流氓骚扰 要对她们进行抢亲 继而两姐妹就逃离了家园 坐上了来上海的小船 而上船之前 两姐妹竟然稀里糊涂地签了一份卖身协议 来到上海之后 张欣义和梦瑶饰演的两姐妹 便被卖到了娱乐场所 被逼着从事失足工作了 这样的剧情放在当下来看 只能冠上狗血两个字了 当然 对于这部电视剧而言 断然不会把自己的叙事场景 全部放在失足场所当中 张欣义饰演的女主角 就逃出了失足场所 并且利用男主的汽车 这么一来 近东饰演的男主和张欣义饰演的女主 就发生了并线关系 而这类狗血剧最终的走向 无外乎就是一见钟情啊 两情相悦啊之类的 最后一定是要谈恋爱的 而在谈恋爱之前 女主还得干点事业才行 所以逃出了失足场所的女主角 进入到了一个老爷爷的家中 牛奔饰演的这位老爷爷 狗血剧的内容 一定是老爷爷有真功夫 要传给这个太遭罪的女主的 稍后便是女主要通过自己的手艺 在上海滩立足了 上海滩在十多年前的电视剧当中 是一个大杂烩 什么内容都可以扔进来 而这种灯红酒绿的样子 也是当年的很多观众们喜欢的 这部电视剧当中 把很多剧情留给了失足场所 原因也正在此处 这种以门卖笑迎来送往的地方 充斥着恶俗的喜剧感 梦瑶饰演的女二号 如何从不愿意接客 到最终不得不接客的故事 显然满足一切剧迷的某种趣味了 这类神剧需要好坏两面说 坏的一面 它确实狗血 大量的剧情都是不合理的 而且容易千篇一律 让观众们看到开局 就知道它接下来想要干什么了 好的一面 则是这类电视剧的冲突 直白且简单 都是闹闹腾腾的 喜欢热闹的观众 能够在这类电视剧当中 看出好来 不同类型的剧迷 对这部电视剧会有不同的评价 《风雨上海滩》更适合地面频道播出 给部分中老年观众来观看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45岁静东打网球被偶遇 满头白发看上去像老人 身体状况令人担忧 目前有网民在北京某网球中心 偶遇了知名男演员静东 发现他正在跟一些上了年纪的球友打球 并且还一起在球场上合影留念 因为外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从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静东在球场上的穿扮是比较运动休闲的 蓝色长袖搭配褐色长裤 手持网球拍显得很专业 也很有气势 一看就是经常过来打网球的 装备还是挺齐全的 然而大家关注的重点 并不在静东的穿搭上面 而在于他明显衰老了很多 凌乱发白的头发格外抢眼 再加上还穿了一件打底的保暖内衣 袖口都已经延伸了出来 很有可能是体寒怕冷 担心在户外运动容易受凉感冒 实际上 静东在网球场上被偶遇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因为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打网球 这也就是为何由他主演的电视剧中 会有很多打网球戏份的出现 不排除是导演投其所好 也有可能是他主动要求的 除此之外 他还经常约圈中好友一起去打球 只要休息就会往球场上去跑 说是酷爱网球到极致 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他不仅是中国明星网球队的主力球员 而且还是法网在中国的首位形象大使 据悉 静东今年已经45岁了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 算是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演员 同样也是国家一级演员 进入演艺圈也有近30年的时间 出演过很多部优秀的经典的影视作品 比如说《伪装者》 《我的前半生》 《在一起》 以及前段时间在全网热播的底线 不过说实话 静东最近几年演的戏都是偏向于老干部的风格 在荧幕前就是西装笔挺 老太龙中的模样 没有以前那种霸道总裁的范儿了 很有可能是跟他年龄增大有关 也就导致出演角色会更倾向于他的实际年龄 对此很多影迷觉得他也没有逃脱掉自然定律 人到中年就发福长胖 尤其是最近这一两年 确实老了很多 甚至有的还开玩笑说都快成老年人了 当然也有部分人猜测 静东可能是为了心系做准备 所以就会有这种白发苍苍的感觉 其实在生活中是很健康的 毕竟年龄还是处于中年人的阶段 也不会出现过度早衰的现象 但不管是什么情况 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头发发白虽然说明不了什么 但这也算是一个较大的预警信号 因为我们都知道 头发发白无非就那么几种情况 除了正常衰老变白以外 还有就是工作过度劳累 想事情太多导致的 但凡熟知静东的人都知道 他在演艺圈里头 产量还是比较高的 基本上每年都会有一两部剧开播 这也就说明了 他拍戏占据大部分的时间 甚至有可能牺牲掉了 放假休息的时间 所以站在这个角度去看的话 也是能够理解的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